當然騰訊能否像以前那樣增長得這麼快 老實說我自己都覺得沒什麼可能 但是今天的價格是不是便宜 我會回答你 是 其實內房企業整個板塊都經過一個洗禮感 在這一兩年都是大跌了 當然就是跟內地對房地產的打壓、去槓桿 這些政策是有密切的關係 其實你現在跟我去說買內房企業做投資 老實說我都是要三思而後恨 因為他們並不是封口上的豬 相反他們是被踩到地底來的 政策完全不討好 不過經歷了這兩年的洗禮 其實這個板塊裏面 有少數公司都值得我們去撈底 我是德興九十後一名 我的零至千萬故事由十年前開始 我試過連環創業投資初創公司 賺我第一桶金 在大陸親手發展地產、鋁館、商品房 因為有了我的一手經驗 令我建立了一個系統 去買股、買債、買房地產 加上一些小財技 三十歲前的我成功累積千萬資產 後來發現賺錢 原來不用每次狗死一生 年輕人應該要善用財技 循環資金再投資 更加能夠快速有效累積財富 做到雪球效應 新的一季街頭智慧 我會分享選股、選債、買房地產的策略 透過財技運用 七天示範、賺價、賺色 Hello 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新一集的街頭智慧 又是我德興 跟大家分享零至千萬的故事 上一集我們就用Peter Lynch的選股方法 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加鹽加醋 就改變了一個選股的名單給大家 從而去選出大市跌起的時候 我們應該在這一季選什麼美股去投資 事隔一個星期之後 有很多朋友都很想我做香港版本 做一個港股的名單 既然大家這麼支持 當然小弟也是 甘願奉陪 所以今集我就嘗試 由基於Peter Lynch的選股模型 再加上一些鹽醋 為大家炮製出港版撈底股名單 而事隔一個星期 恆新指數更加跌了800多點 截止到拍片的今日 即是說當中的股票又更加之底了 當然撈底法有很多種 今集和上一集只不過是一個示範 最終的目的不是要大家跟著去炒 而是想示範一次 怎樣去應用過往街頭節的分享選股模型 實戰在今天的市況當中 喜歡這個節目的朋友 記得給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當然不少有什麼問題的在下面留言 又或者如果你有自己個人的選股方法 不妨都在下面留言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看看我們會不會一起創造更加好的選股模型 所以我們同樣的道理 Apply在港股市場上 以Peter Lynch的模型 其實是找不到什麼股票出來的 所以這裡 我就嘗試去改變少少的策略了 其實有很多坊間的基金 也有去研究究竟Peter Lynch這個模型 除了可以應用在 Apply to Earning Ratio 市盈率或者是市銷率之外 究竟能否應用在其他一個範疇 也都被證明 不單只是市盈率這個角度 其實很多的估值Ratio 都是Work的 因為我們今天主要的目的是撈底 我不是要找爆星股 既然市盈率這一招 在今天未必行得通 當然是在港股市場上 我今天就用第二個估值Ratio 跟大家去玩這支Game 這裡我就用了EV 除以EBITDA 這個比率 其中EV就代表股票的市值 加上公司的債務 減去現金 簡單一點 籠統一點去理解的話 就是企業抽屍摩檢後的市值 不是你平時 在股票圖表上看到的價格 這裡是考慮公司的淨資產 另一方面 EBITDA就代表了 稅息拆救和攤銷前的利潤 簡單來說 就是你的營業利潤 再加上折救和攤銷的花費 其實在坊間 尤其是做風頭的朋友 很喜歡用這個比率 一來他計算非常簡單 二來你可以當EBITDA 成為一個破產版的現金流 三來這個比率 是不會受到公司折救攤銷的規則影響 也不是太受這間公司的資本結構影響 例如是負債槓桿比例 所以從會計角度來看 這個估值Ratio 是比市盈率更加能夠體現到公司營運的狀況 更加適合風險投資的人 不過我就將他吃進去Peter Lynch的選股模型當中 從而選出我們今天的講股 list 有機會我再在節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報表中的Technical Terms 今天我們的重點並不是這裡 再挖一個腦洞給大家 如果大家對最完整版的Peter Lynch模型有興趣的話 記得看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街頭智慧 也有提到Peter Lynch的書籍 當中就有提及他原本版本的選股模型 事不宜遲 立即進入到我們的選股 list當中 經過篩選之後 那麼多隻港股裡面 我們就選出了圖上面的這七隻股票 他們都是在盈利的角度而言 以現今的估值去計算 是相當吸引的 不過一間公司 明天的估值會不會比今天更便宜呢 也很取決於未來的增長速度 所以我們這裡也跟上一集一樣 除了基於我剛才說的第一步 這裡我們還加入了幾個元素 去看各方面的增長 對比起現價 性價比高不高 再一次我又引用了 Joe Greenbit的Earning Yield和ROC 還有的就是 這些股票在過往十年間 市盈率的range 究竟今天的市盈率 是十年間屬於便宜還是貴呢 最後就放了 Dividend Yield 股息率給大家作為參考 這就不是選股條件之一 如果大家不太知道 Joe Greenbit Earning Yield和ROC的計法和意義 歡迎看上一集就有解釋到的了 接下來的step和上一集基本上是一樣的 首先我們就從Earning Yield和ROC進行一個排序 這兩者排名較優秀的前五名 我們就選它出來 結果你就會淘汰了 384中國燃氣 2318中國平安這兩者的股票 去到第二步 我們考慮完一間公司 是不是屬於低估之外呢 其實最好也要證明到 它過往的業績是穩定的 所以今天的低估是偶然性 它只要回到五年間 十年間穩定的增長速度 估值自然會回到 所以這裡我會再看看 這些公司過往五年 報表的穩定性 穩定性較好的三名 就會被選出來了 經過這一步之後 我就淘汰了阿里巴巴和914 相對較穩定的是 騰訊 龍湖地產 和華潤置地 其實這三間公司 如果大家從撈底的角度去看的話 都可以將它們捆綁成為撈底策略 把你港股組合的一部份 然後分散註碼 去試一試它 在未來2022年 從中長線的角度去投資 會不會有一些回報 不過去到這一步 送佛送到西 我就會去排除一下 究竟這三間公司裡面 誰是相對來說最直撥的 綜合它們的EBITDA 增長速度 在過往五年的表現 以及剛才說到Earning Yield ROC 還有EV to EBITDA 這些估值模型考慮 加上今天這間公司的市盈率 在過往十年 是屬於高還是低 這些因素去考慮 綜合上我就覺得 騰訊700 應該是比其餘那兩隻股票 來得直撥的 不過這裡提醒大家 圖上面的市盈率當中的Earning 我是用了Adjust Value去計算 調整後的Earning去計算 所以你看到的數據 略為會比你 可能是AA stock找到的 會小的 因為這個更加能夠反映到 股票的實質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華潤置地和龍湖地產 其實這兩家公司的性價比 是差不多 雖然華潤置地的增長能力較高 不過今天的市盈率是掛貴 而相反到龍湖地產 增長又略為慢一點 但市盈率其實已經反映了 所以其實兩個都是差不多 或者大家可以二選其一 騰訊相對大家耳熟能長 不多解釋它的業務 而在最近股價大跌 其實都是因為共同富裕 或者中央的政策 大力控制手遊公司 遊戲公司的發展 以至於投資者大量拋售 因為外國投資者覺得 騰訊未來增長的幻想空間 已經被封訂了 當然騰訊能不能夠 好像以前那樣 增長得這麼快 老實說 我自己也覺得沒什麼可能 但是今天的價格是不是便宜 我會回答你 是 看回我們的技術分析 暫時來說 騰訊如果跌到 440元左右附近的位置 出現轉勢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以去吸納一下 教學上體驗一下 又或者 讓它突破三角形的位置 大概是500元左右的時間 都可以去教學上體驗一下 不過記得整個部署 需要用的時間 可能是說中線去到長線 半年至到一年之間 所以不是用來短炒的 我們正在做一個 估值的撈底策略 也很適合大家去分駐及立 就不要一絕做完 那你就更加容易去撈底 其次的那兩隻股票 環園置地和龍門地產 其實都是在三條紅線裡面 著綠燈的其中兩位 什麼意思呢 其實內房企業 整個板塊都經過一個洗禮 在這一兩年都是大跌了 當然就是跟內地對房地產的打壓 去槓桿 這些政策是有密切的關係 其實你現在跟我去說 買內房企業做投資 老實說 我都是要三思而後恨的 因為他們並不是封口上的豬 相反 他們是被踩到地底 政策完全不討好 不過經歷了這兩年的洗禮 其實這個板塊裡面 有少數公司都值得我們去撈底 這些就是財政狀況比較安全的企業 而剛才我講到的三條紅線 其實就是拿來衡量 公司在財政狀況上高 他們的安全性 當然這個也是內地的政策 大家Google一下三條紅線 就會見到中央很多的定義出來了 在圖上面大家會見到 在上市的內房裡面 三條紅線當中最健康的1至25名 而右手面就是26至50名 整個中國裡面你會見到 排行第三的綠燈 是華潤置地 而第五名就是龍湖集團 所以如果選撈底內房企業的話 他們作為首選並不出奇 再加上剛才那麼多因素考慮下 他們的估值的確吸引 增長的動力在內房企業裡面也算高 所以成為今集的第二名和第三名 是絕對不出奇的 在技術分析方面 其實龍湖地產我上次查了 都是跟大家分享到的 今天順便跟大家更新一下部署 當時就說到 如果能夠突破黑色線三角形的形態 大概是42.5這個位置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教學上體驗 又或者當它回調到36.5的時候 在三角形的底部 做到一個轉勢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分住去吸納 目標第一關先看44.6 如果能夠突破的話 就再看52元的位置左右 而另一方面華潤置地 笼統地說 它都是在一個上升的通道上 但這個通道是非常之錯 加上最近恆子都表現得差 所以華潤置地的股價表現都不是太老禮 現在正正處於一個支持位當中 32元的位置 如果未來在這個支持位有轉勢 當然可以嘗試一下教學上體驗 分住吸納 但一旦突破的話 我們可以等它便宜一點才吸納 大概在30元的位置有轉勢 即是通道底部 跟著這個通道操作的話 目標第一關你先看 36元的位置左右 繼而就去到40元左右 也是歷史新高 以及前兩個頂的位置 當然今天的示範是基於Peter Lynch的估值模型 去做出來的 其實天下間有臨臨種種無數的估值模型 我們絕對能夠用不同的撈底估值模型 或者撈底選股法 去找出不同的資產去投資 都是那句 找出來的資產是什麼 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當中的思路 怎樣去由一個選股條件 或者一個理論 加入其他的選股要素 創造出自己的撈底名單 其實小弟的零至千萬加速器裡面 都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真正怎樣去選爆聲股 怎樣去撈底 當然和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系統 都比較接近 也是用了很多偉人的投資債略 選股模型去做 如果大家對於我自己的系統是有興趣的 都可以去scan圖上面的Kelot Group 看看個分享會 當中我會很仔細教大家 怎樣一二三四五逐步 去跟著我自己的系統去做 找出撈底或者爆聲的撈票 上一次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講到Best Buy的時候 突然間路閉塞了 將它跟Dolabama露亂了 其實Best Buy是一間做電器的公司 賣電器 其實小弟自己的螢幕 都是在那裡買回來的 不過同一個概念 其實在Best Buy買電器 性價比的確挺高 款式相對多之餘 價錢也挺低 所以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歡跨 另外要回應大家第二個問題 就是上一集或今集 要去搜羅的數據 其實是在哪裏拿到的 全部的數據都是Based on Guru Focus去找出來的 不過為何我不逐步展示給大家看呢 原因是 其實Subscribe Guru Focus 都真的不便宜 與其要大家給千多美金 再重新做一次 不如簡單直接吧 我自己本身已經Subscribe了 直接就分享成果給大家看就好了 希望大家不介意 今天的時間又是這麼多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一次再見 Bye Bye 1月份TOPIC就會講 10年財務自由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呢 不是因為找不到有回報的項目 新朋友 首先可以去到10年財務自由 一小時免費簡介的工作坊 參加了課程之後 就自動加入 視乎Lifetime Coaching的私人群組 這個私人群組的開放是限時的 每個月我們都會討論一下 不同財務自由的悲技 私人群組裡面還會分享 才智功課、消息、每月淺痕等等 在上完課之後 給你永久support 千萬不要錯過 未聽過這個財務自由系統 記住去下面免費一小時 簡介工作坊了解一下詳情 我們升級版也有一個強勁的優惠 3點鐘和9點鐘的升版 如果一起報的話 我們就回到加價之前 果然是超級通縮 並且我們在2022年加入了新的功能 譬如是會鎖定Commit 去講這個獨家資金流 以及在3點、9點 也會看回藍醜領升領跌的股票 加上CFD的短炒策略給大家短炒過下手癮 如果現在報兩個升級版 總共是四五折 1988元 報足12個月再送多一個月 即是每一天圍回三個多港幣 下面快點報名 留意報了名之後 是每replace你現在有的回席 是會extend、延長下去的 所以大家可以隨時報名 Jacky Sir加股壇留言的零至千萬加速器 裡面會學到他們的秘技 包括REIT、短炒、美股組合、CFD等等 參加了課程就會自動加入Lifetime Coaching的私人群組 1月份的主題是如何運用ETF做對沖 跌市時都可以鎖定盈利 有興趣的話快點數一下QL Code 免費看看他們的簡介加工作坊及報名 富翁團隊又請人 今次是請香港的同事 我們請社交媒體編輯、Content Writer及Research Analyst 如果有興趣加入又符合我們列出的要求的話 就記得sendCV給我們啦 12月18日有Johnny的期權投資免費分享會 主題是微股繼續破頂 期權槓桿成風破浪 想了解更多期權策略記得報名啦 想每日緊貼大使 立即下載我要做撫翁的應用程式 我們每日收視前都會和大家詳盡分析 約定你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再見 跟我們分享 記得訂閱我要做富翁的YouTube、Instagram及Facebook 如果想更加緊貼大使及直播分析的話 可以訂閱富翁電視MTTV 另外想跟我們環球看樓 記得訂閱我要做世界頻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